接著呢我們來看實際這個大團體在用的頻道 那這個頻道的新增我們剛剛看過的一樣是按右上角這個 接著呢我們來點選一個建立頻道 這個頻道呢就是我們要讓發布訊息用的 這個適合誰呢 例如說我現在一些團體啊一些公司啊我有最新的消息啊 我想要公布給大家知道的時候最適合使用 那剛剛的跟群組的差異就是群組裡面可以互相 彼此間互相聊天都看得到彼此對不對 但是呢頻道可不可以 不可以頻道就有點像是LINE裡面的 以前的LINE AT現在呢叫做什麼 LINE裡面的就像LINE裡面的官方帳號是一樣 所以呢這個群組我們就按一個建立頻道 那這個頻道名稱呢我們就可以設定一下了 我們這個叫做好 那設定頻道的一個照片 接著呢簡介頻道的簡介 按下一步 那這個頻道呢是公開的還是私人的 一樣看你的用途而定 如果你是一個私人的機構沒有要把訊息做公開的情況之下 你就應該要設私人的 接著還可以自訂一個連結 自訂一個連結 那當然如果你設成私人的 它就會出現一個有沒有 加入這個頻道的一個私人連結 大部分的頻道都會設成一個公開的比較多 接著我們就按一個下一步囉 在下一步裡面呢你也可以有沒有 先把這些人把人加進來 但是你也可以不要加進來 我們就按下一步 所以這個裡面現在訂閱的有誰 就只有我自己嘛 一個人對不對 上面看到我一個人嘛 那接著呢我們就按一下右上角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裡面你會發現 第一個管理員呢你可以來做設定有沒有 好也可以新增管理員 新增管理員 但是新增管理員為什麼沒有出現呢 因為現在這個頻道裡面 沒有其他人加進來 如果有其他人加進來 你猜可以把它設成管理員呢 這要特別留意 好那訂閱者只有誰 是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對不對 所以你點選這個編輯以後呢 我只有一個人 沒有辦法做編輯 那你也可以新增其他人進來 這時候編輯呢 是不是又出現刪除的功能呢 有沒有 出現一個刪除的功能 甚至呢設定黑名單 那因為他被有刪除對不對 竟然在黑名單裡面 我們按一個編輯把黑名單刪掉 好那通知要不要啟用 這通知要不要啟用就是 目前在這個頻道 針對我個人來講 這個頻道 我要不要通知 也就是他有發布訊息 我個人要不要收到通知 那共享的 這個頻道跟我共享的內容 有什麼有沒有 包括媒體啊 檔案啊 連結啊 音訊有沒有 方不方便 我們剛剛講的 1.5G我可以放影片 放音樂 放什麼 PPT檔案 放Word檔案 放簡報檔 放報告檔 放上來公開 大家互相 把自己的檔案做分享 也可以嘛 用過這個平台就可以了吧 接著我們按一下 這上面有一個編輯 按一下這個編輯以後 你就會來設定這個頻道相關的功能 當然這也是要你是管理者的方法 那這裡有一個最特別的是 那你說 既然這個頻道它本身就是為了對大家做公開訊息 例如說我是新聞媒體 新聞媒體 或者呢 你是一個 部落客 你常常在發表新的文章 或者呢 你是一個 YouTuber 你常在發表影片 你想要再透過其中一個管道呢 來發佈自己的一個資訊的話 就可以透過它 因為呢 你也不用 因為它本身呢 就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管理功能 又可以 凝聚 這樣的一個人潮 把Line裡面的人 凝聚過來 把人都拉進來 請大家加進來就好了 而且這平台的速度真的非常快 開啟這個APP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那當然呢 還有一個問題來啦 還記得Line裡面 我們可不可以跟管理者聯絡 Line at裡面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 加入了這一個官方帳號 還可以跟他聯絡嗎 對方可能會回你 只是他切來切去很麻煩 但是這裡呢 有一個變通不同的方法 當然這變通方法就是 你要成立一個什麼 成立一個頻道 再成立一個群組 這時候呢 要討論的時候去哪裡討論 這邊有一個討論對不對 按一個增加 這時候呢 你就把這個 群組加進來 就可以把群組連結進來了 有沒有 私人群組設定為討論群組 所以呢 所有的人 都可以進入該群組喔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就按一個繼續 這個頻道所有的人 都可以進來這個群組 所以他們有問題呢 就可以透過這個群組來發問 是不是也有互動溝通的一個功能就出現了 那當然你不要了 來取消連結 群組就可以了 那簽 訊息要不要附上簽名 這個很有用 這個人做行銷用 例如說 我就是一個 電腦老師 我是個行銷老師 然後我是個 在市場賣豬肉的 有沒有 可以把它寫上去 然後我的店在哪裡啊 歡迎大家來參觀 對不對 那管理員 所以就跟我們剛剛那群組的功能 是有點像的啦 你就不多說啦 訂閱者 還有黑名單等等 最後呢 頻道不要了怎麼辦 刪除就好了 可以嗎 最後呢 按一個完成 那再回來 好這時候呢 這我們的頻道呢 就建立完成了 在這個頻道裡面呢 你會發現下面出現的是什麼 廣播耶 有沒有 廣播訊息給大家知道 那增加這個 一樣 要增加一個照片 影片啊 檔案啊 甚至 位置 這個投票是一個新功能 就是我們更新的這個 Telegram的APP以後 它新增加的一個功能 提出一個問題 投票選項 這是不是跟 臉書裡面有類似的功能嗎 投票一下 我想要問大家一下 現在呢 各位覺得現在的警細好不好 是 就是好 好或不好 對不對 來做投票的功能 有沒有 好那旁邊呢 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 小鈴鐺 有沒有 小鈴鐺 那這個小鈴鐺 你把它關掉 你會發現一件事 我們在LINE裡面 我們都是 我們把個人的 我們把個人的提醒功能關掉 為什麼 訊息多到爆啊 讓你煩不慎煩 對不對 那現在呢 我還可以發一個什麼 無聲廣播 不要干擾到其他人 是不是非常有趣 非常有棒棒的功能 我們把這個 無聲廣播再按一下 是不是就變成廣播 你發出去大家的訊息 就會跳出來吧 這時候你是不是就不用告訴大家說 如果不希望受到太多訊息打擾 你可以呢 把訊息通知功能關掉 不需要告訴大家這件事啊 為什麼 我可以發一個無聲廣播就好了 那一樣呢 那個小鈴鐺的旁邊 是不是有一個貼圖的功能 再來呢 語音的功能 語音的功能 或者再按一下呢 就變成錄影的功能 錄影的功能 那當然就是針對我個人 個人上面 就是針對管理者 管理者呢 我要去發佈相關的訊息 那當然呢 管理者裡面 好的 這就是有關頻道的一個使用方法 跟大家分享這個 最近最流行最熱門的Telegram 到底怎麼玩 希望大家有收穫 謝謝大家